2023年好莱坞黑马科幻惊悚片强势来袭 堪称科幻版屏住不息 即使全片一句台词也没有 也看得让人大气不敢喘 就连招魂导演温子仁来了 也得直呼顶不住 话说小林是一位独居女孩 荒原几公里就她家寡寡的一栋屋子 但因为儿时自己的一起意外 导致好闺蜜不幸离世 从此以后 她在镇子上处处躲着居民 就连偶遇闺蜜父母只能远远观望 基本上除了日常需求 整天就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不说话 就连不知是谁打来的电话 也选择直接无视挂掉 然而这晚发生的事情却彻底改变了一切 小林从睡梦中被惊醒 楼下好像传来什么一样的声音 她换上衣服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但只是走到楼梯 她看到大门慢慢被打开 然后房子里似乎进来了什么东西 那黑暗中的阴影也发出了像是怪物的吼叫 甚至还在屋子里短跑了起来 这下可把女孩吓得够强 大半夜老房子不招鬼 居然招了个外星人 她一步一步后退 但没想到木制地板发出的响动似乎惊动了她 小林小心翼翼地脱下鞋子 趁怪物看到她之前就溜回了房间 可女孩为了躲进床底 又不小心发出了声响 这下刚好把外星人给吸引过来 也顾顾地犹豫 赶紧跑到床的另一边躲了下来 这时那外星人打开了房门 在房间里四处搜寻 小林只能平住呼吸 躲在了床底下 终于窥见了那怪物的冰山一角 看着还挺灵活 但女孩此刻的心都提到了嗓子一 还好那外星人在朝窗外吼了几嗓子后 就飞走了 小林立即从床底下爬出来 关上了窗户 但在她彻底松了一口气之前 她听到那外星人还在屋顶上 所以小林迅速跑下楼关上大门 试图阻止外星人再进来 当她想拨打电话向外界求救时 话筒里传来了刺耳的频率 甚至连厨房里的一切都在肆意晃动 可女孩想逃离时 一双线长的大腿出现在眼前 害怕的小林躲在了冰箱的角落里 这些异常才随之停止了 然而电话的风鸣声吸引了外星人 小林看到怪物拿起电话把她挂了 但透过玻璃反光 好像也注意到了小林 冰箱门突然打开 挡住了小林的去路 就在小林瑟瑟发抖时候 看到一对那双脚又出现在面前 紧接着一双手搭在了冰箱门上 就在外星人看到她的那一口 小林推开冰箱疯狂向外逃跑 但大门却被一股力量砸向了女孩 当女孩拖着疲倦的身体 艰难地爬向屋内时 那股强大的力量不仅掀翻了桌子 还隔空拖动了女孩的身体 情急之下 她立马抄起地上的一块隔起 在转身的那一刻 刚好稳稳地插进了那个一个T的脑子里 这下我们才终于看清 那外星人的真面目 长得可真像外星人呀 看着那怪物倒地不起 这惊魂的一夜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 在确认外星人的确隔屁了后 平复一下慌张的心情 先用窗帘把它给盖住 然后想打110 但没想到电话完全坏了 不仅家里的电器都不能使用 甚至连汽车也不能启动 小林只能换上运动鞋 骑着自行车去镇上报警 但她在路上发现了一辆翻倒的货车 然后她看到一旁的房屋 也有着被入侵的迹象 甚至还在草坪上 看到与自家屋前一样的原型印记 不出意外 这家人应该已经遭遇不测了 小林见状马不停蹄地赶到镇上派出所 没想到迎面撞上了闺蜜的父母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其母更是朝她吐了一个口水 这让射恐的小林 一时间无言以对 灰溜溜地又退了出来 巨大的痛苦淹没了女孩 只感觉整个人快要失去呼吸 于是打算直接搭公交回家 可在路上意外还是发生了 就在她即将要下车时 一个陌生男人拦住了她 喉咙处不停地在蠕动 发出和外星人一样的怪声 没等女孩反应过来 又有一个女乘客以同样的姿态 向她扑了过来 趁着司机紧急踩下刹车 小林才趁机逃出魔爪 难道这些人都被外星生物给寄生了 直到逃跑的路上看到这一幕 才更确认她的判断 地上一排排的人类 奇怪地站在草坪上 高举着手望向空中 召唤着藏匿在乌云中的不明飞行物 而且喉咙里似乎有一只可怕的昆虫在入 用她扭曲的身体看着不远处的小林 吓得她转身就跑了 看来地球已经被外星人大规模入侵 似乎向别人求救也属天方夜谈啊 于是回到家准备和外星人战斗到底 她点燃蜡烛 在煤气炉上烧了几壶开水 然后拿出锋利的弹簧刀 最后用钉子和窗帘挡住受损的门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小林发现钢钉上的窗帘 钉子一个接一个地拔了出来 当小林发现不对劲时 她躲在墙后 窗帘被直接掀开 然后一道蓝光照了进来 照在地上外星人的尸体上 然后慢慢抬起尸体 漂浮到外面 直到蓝光突然消失 随后更大的动静 出现在房屋周围 他们把女孩的威胁提升为S级 派出更多的外星人 前去捉拿她 小林在黑暗的地下室中 又开始和外星人进行捉迷藏 谁曾想新来的这个更聪明了 早就注意到小林的位置 靠着念力不仅甩飞了她防身的剪刀 还抢过来她拽紧的照片 那正是小林与闺蜜的合照 小林立刻逃到楼上 但她不知道 还有一个小外星人在等着她 被扑倒的小林 直接对她动起了粗口 然后跑进厨房 用之前烧好的开水 向外星人洒去 一开始还有点效果 就在小林准备逃跑的时候 没想到一束蓝光突然射了进来 蓝光固定了小林的平底锅 让她不得不放手 然而外星人却对蓝光免疫 小林只能让慢慢退回到房间中 然而外星人打破了房门 看到她已经进入房间 小林只得捡起棍子与只缠斗 然而女孩再次光环复体 竟直接把外星人定在橱柜上 甚至还不忘哄她去睡觉 但她没有想到外面早已天下大乱 一个巨大的长得像螳螂的外星人 从屋顶后面慢慢爬了出来 以奇异的姿势一直注视着小林 小林想要逃窜 却没想到背后竟出现了一个男人 她二话不说 就拖着小林朝外星人走去 此刻男人也已经被寄生 蠕动着喉咙 和外星人一起召唤来一艘UFO 这时小林趁机摆脱了男人想要逃跑 当男人想抓住她时 却被一道蓝光扫走被拉到了空中 小林立刻转身准备跑回房子 但她身后巨大的外星人紧跟其后 似乎刚才的举动惹怒了她 摆动着巨大的身躯向女孩冲了过去 看来这下巨型外星人 是不会放过她吗 女孩看着情况 也知道自己这下在劫难逃了 只好躲进车里 进行垂死挣扎 谁知道误打误撞 那巨型外星人正好回车厢前 动弹不停 也不知女孩哪里来的打火机 刚好点着了露出的器用 一把就送她去见宇宙大帝了 好家伙这女孩怕不是超人吧 连干掉三个外星人了 爽文都不敢这么写 看到头顶的UFO还在向她照射 小林立刻跑进了房间 很快躲了起来 但先前地下室的那个外星人 也跟了过来 而小林躲在黑暗的角落准备偷袭 但外星人早已察觉她在身后 动了动手指 就把小林撞破了墙 她从地上爬起来想要逃跑 但突然一道红光从窗外射进来 固定了小林的身体 然后直接把她抬到天花板上 然后在小林惊恐的眼睛里 她看到那个外星人走了过来 用那双卡字兰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 外星人张开嘴 吐出一个恶心的寄生虫 慢慢地飞向小林的口中 随着一阵刺耳的尖叫 她突然从床上醒来 然后滚到地板上 原来可怕的外星人入侵只是她的噩梦 她庆幸自己还能活着看到明媚的阳光 家里的设施都完好如初 甚至还看到了死去的闺蜜 仿佛一切都是那么岁月静好 然而这一切都是寄生虫制造出来的幻想 小林在看到闺蜜的那一刻 就深知这一点 于是徒手伸进口中 掏出了那个寄生虫 这才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那个海胆样的寄生虫 逃出了小林的手中 在红光的照射下 逐渐化为一个人形 等小林看清楚后 震惊地发现那个人居然就是自己 没等她反应过来 复制人就用小刀扎进了她的肚子里 可女孩连外星人都不怕 还会耸这个复制人 抬手一刀就划破了她的颈动脉 当场就倒在了她的怀里 小林也不端向 只能继续带着受伤的身体逃跑 然而在她没跑多远后 那个巨大的外星人又被追了过来 你们有完没完啊 当她以为外星人会攻击她时 一道蓝光固定住小林 小林最后还是被抓到了飞船上 当她睁开眼睛时 一群外星人正围着她参观 直到他们伸出终止点了点小林的额头 我们才得以窥见小林的童年 终于也知道 那场意外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 镇子上的人都视小林为一类 甚至孤立她 这群外星人似乎也看懂了小林内心的痛苦 几番交流之后 好像得到了上级的指令 一束光闪过后 她被外星人从空中扔回到了地面 应该是外星人善心大发放走了小林 不光如此 影片最后 小林换上鲜艳的舞群 跟那些被寄生的人类友好的打招呼 从此以后小林不再孤单 每晚都有宴会举办 最重要的是 作为社恐的她 也不需要和他们说话 而这个世界也已经飞点满天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